不彻底 这些人强调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而对于那些被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真正的受害者 对于他们的苦难及呼声 这些人则置若罔闻 实际上应该这么说 日本之所以遭受原子弹的打击 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 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受害者 正确说应该是这样 但是他在国内就很少进行这样的教育 作为日本国家应该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他包括这些劳工 包括未安妇等等 这一系列的战争的受害者 他应该给予一个正式的国家的赔偿 可是他不这样做 日本一些右翼势力 不仅不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 而是不断美化侵略战争 近年来 日本文部省还通过了歪曲历史 否认侵略的右翼历史教科书 书中对918事变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人的反日运动计划 不但发生妨碍列车运行的事态 此外对于日本来说 北面有苏联的威胁 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 在这种情况下 部分关东军军官制定了通过占领整个满洲 解决问题的计划 关于南京大屠杀 他们在日中战争一节的正文中 括号内加了一句 那时日本军队导致民众中也出现了很多死伤者 这就是南京事件 将大屠杀以事件一词轻轻带过 文后又以稍小字体介绍 关于事件的实际情况 资料上被发现有很多疑点 存在各种见解 现在仍在争论 这就是括号中的那句话进一步大打折扣 2001年版教科书中 他们这样描写日本战争罪行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没有在战争中发生过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行为 日本也不例外 战争中 日本军队对于俘虏的敌国士兵和平民 进行了不当的杀害和虐待 也就是说 即使日本干了坏事 也不过彼此彼此 在2005年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中 他们有这样写道 没有一个国家 在战争中 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 非武装人员的事件 日本也不例外 没有再提日本军队所犯罪行 更有甚者 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一些战犯 被供奉在金国神圣 日本一些政要定机残坏 屡屡伤害被害国人民的感情 在金国神社里边 陈列上甲级战犯的灵位 然后接受政界人士和普通民众的顶礼摩拜 这在欧洲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它的根源还是说 日本的军国主义的思想没有得到真正的肃清 其实这也是今天日本和很多国家 麻烦的根源所在 巴尔战结束后 1945年 日本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战败 接受波茨坦公告 无条件投降 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 被日本窃取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在国际法上已回归中国 而今年4月以来 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国内的一小撮 极右分子疯狂推动购岛 而他的行径又得到了野田政府的呼应 严重激化了中日矛盾 他就觉得在钓鱼岛问题上要做一些文章 会赢得部分选民的支持 或者说会提升他的内阁的支持率 或者说为下边的大选能捞取更多的选票 他首先从这样一个国内政治的角度 来考虑这个问题 他觉得有必要顺水推舟 回顾中日钓鱼岛之争中 日本的行动不难发现 日本的整个策划过程 环环相扣相当周密 那么他们如此操作 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9年31年那个时候的情况相比 就是现在资本主义的时候 也在经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我们看到了同样 这个极右翼的势力呢 开始泛滥 而且极右翼的势力泛滥呢 它来绑架日本的民主